时装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赖冠林 从以前到现在 包括这一季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在于他对整个街头文化的了解 以及把这个对文化的了解 融入到这个时髦的行列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我最满意的是我想讲一下我的视频 包括我这个樱头的这个锤链项链 还有我这一块表 都是我今天我很满意的地方 包括他这个设计 他也是有一些小细节的 包括他用这种双链 用拉的方式去调整大小 跟一般想象就不太一样了 我提想尝试一下羽绒衣的 羽绒衣时长 我选择黑色 因为我平时不是一个可能色彩缤纷的人 就还是生活单调一些简单一些 休息的时候 说脱离不了手机 无非就是跟最重要的人们 包括工作人员或者家人联络 如果把这些人都带上了 那我真的是用不上手机 你喜欢的 最近听下首歌 你觉得自己最美的地方是勇于挑战 你觉得坚持自己反而变得更简单了 可以有自己的理想 有抱负可以去传递给这些支持你的人 而且甚至你有一个广大的群众 在支持你做的任何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坚持自己 是我现在每一天每一天 照而进展会告诉自己的一句话 接下来还是想把青春这条路走稳 能多体现我的演技方面的一些挑战吧 我会去想要去面对 成年以后想给自己再定一些目标吧 包括表演或者是歌曲或者是戏剧 或者是戏剧或者是甚至到电影 各方面都会想再给自己定一个更高的目标 我希望能越走越稳 不求大风大浪 接下来电视剧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包括自己在夏日里边也会推出一些 比较符合季节的一些单曲 然后甚至是EP 再来就是说后面生日 也会跟粉丝有一个互动 这些都是希望大家能多多期待的 感谢我再来看 了解 了解 太笔了 我先看到电视剧马上就要看 太笔了 就像了解